今天看到王鹤蒂和陈小云的绯闻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不会是给谁顶纲呢 做了这么多年的鱼评 对云内鱼的弯弯绕绕 那可谓是了如指掌 如果自己家的艺人 有什么热度热搜压不下去 那么没有办法 只好把别人的热搜给买上去 以此来消灭自己的热度 所以说这都是惯常操作 再说了 陈小云和王鹤蒂这两个人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谈恋爱呢 只说王鹤蒂 目前他应该知道 自己的这种流量啊身份啊 和演艺圈的地位 就差一步就可以登上顶流之位 在这个时候 他绝对不可能去什么产免匪策 搞一些恋爱之类的 因为只要有一点事业心的艺人 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又在KTV里边 又在这种大家聚会的时候 然后被拍出这么一组的视频 就这东西都能拿出来炒诽闻 我简直是认为 这狗仔的专业性也太低了 并且王鹤蒂和陈小云双方 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 说是这个造谣的太可恶了 一个沙青燕 然后坐在一块唱了一首歌 就成了剧组夫妻了 也太过分了吧 反过来还是那句话 是不是某些人有热度 需要被扑灭 所以把王鹤蒂他们买上来了 今天我们来观察 是不是有人就开始热搜下降了 昨天是二三十个热搜 今天就变成一两个了 所以说娱乐圈就是这个样子 平时都称兄道弟 只要出了问题 就是你死我活 顾不得脸顾不得什么了 先把你买上去迎接炮火再说 所以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鱼瓶 我来断定 就是给人顶纲了 啊 啊